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 再次来到《牧人清朝地》的时间 今天我们进入到《路加福音》第三章 我们给以这一章的一个主题叫做 《时代的位分》 什么叫《时代的位分》 因为在那个时代里面 赫赫有名的这几位 在耶稣的时代这几个出现的时候 哇 就是人家不可一世的样子 如果不是耶稣出现的话 他们可能在历史上就是好人 但是耶稣一出现的时候 分别了一件事情 他们看真理 看时代的位分 他们有没有直守 他们应该要直守的那一份真理的位置 当然我们还知道在时代的位分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约翰 就是施许约翰 施许约翰他在时代里面 圣经说 就应验了以赛亚书所记的那句话铺平主的道路 其实这也是时代的一个位分 因为约翰在那个时代里面 就成就了那个时代预言 而且应验 应验什么呢 为主耶稣开路 开什么路呢 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那我们希望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思想 今天在我们的时代里面 我们的位分是什么 神有没有在这时代里面所说的预言 有没有因为我们直守我们的位分 以至于应验在我们生命里面 那些预言都成就 其实讲到末后时代有讲到 将来地震会频传 各种灾难 会不断的吹息在这时代里面 战争还有人性的变化 以前的这些地震的频率 或者灾难的频率 都是季节性的 但现在已经是一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都一直在出现 仿佛出现 战争也是一样 所以时代的声音对我们在警告 我们听得懂吗? 如果这个是时代的位分的话 那我们来看 约翰在那个时代里面 就对当时的说 如果你们到这边洗礼 我要告诉你们 是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也就是说如果你们生命不对 将来就是愤怒 就是被审判、灭亡 那你们怎么逃避呢? 所以他就说 你们要截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称 这跟我们前一阵子讲到 你们如果蒙昭 行事为人 就要以你们蒙昭的心相称 意思就是说 你都懂 但是你生命有没有活出来 如果你面对这个时代的一个 关键点的话 那你们要面对 耶稣来到这时代 是要做什么? 就是要分别嘛 而这个分别 他做的分别是 愿意接受救恩的 就在他恩典里面有份 如果不愿意接受救恩的话 他有做一件事情 他要扬进他的肠 把麦子收在肠里 把坑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也就是说 神要在 来的时候 在我们当中做分别的工作 如果不愿意相信的话 那就失落到永远的生命 弟兄姐妹 时代的位分 都是看我们自己决定 要跟不要 耶稣在那个时代 已经对我们做了证明 祂是神的儿子 圣经说 祂离当进猪斑的义 以至于受洗的时候 圣灵降在祂身上 并且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明白 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占的位置是什么 所以圣经从路加回第三章 正式来介绍耶稣 他的家谱 我们看其中几个关键人物 第一个 约瑟 然后索罗巴伯 然后大卫 大卫当然经过佛阿斯 你就知道他是犹大 犹大的子孙的后裔 然后看到从犹大 一直往前推这些先祖 推到亚伯拉罕 然后从亚伯拉罕 一直推到散族 那散族推到罗亚 罗亚当然提到赛特 赛特是神的儿子 那我们看这几个关键人物 从索罗巴伯 大卫还有犹大都可以知道 时代在他们身上 是一个重要的翻转 耶稣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 从起初一人 就说他是犹大的支派 并且在大卫的子孙 我们看到当中出现 都是时代的翻转 我们抓住重点在做事吗 盼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不是读故事而已 是读时代 而我们的未分在时代里面 是不是神所命定的喜乐 带我们祷告 主耶稣谢谢祢 使给我们在生命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 未分跟提醒 好让我们知道 我们本来是卑微的 但是我们却成为神迹的奇名 让我们在生命里看为 宝贵就是神你的卷选 让我们在这其中 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 我们就更多更完全的 快跑跟随祢 献上感恩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米求 阿们